而在结束种植度娟花的行程之后 市长侯友宜随即来到了金山区中山温泉公园 听取城镇之心工程计划简报 除了既定的四块区的改造市府 更挹注了十亿元的经费 打造北海岸自行车道、立体停车场 以及温泉资源活化 让金山成为更宜居慢活的友善城市 在前瞻建设计划中 金山区获得城镇之心工程计划 未来针对中山温泉公园与周边环境改造活化 将会有不一样的改变与样貌 今天新北市长侯友宜在结束种植度娟花的行程之后 随即就来到中山温泉公园听取计划的简报 并且实地的勘察了解计划内容 期待在城镇之心改造计划之后 金山能够成为更宜居慢活的友善城市 整体在第二跟第三期 这两个来看是整体搭配来进行的 后续的工作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开始启动 那第四个是对于在这个作业过程中 我们可能有一些原来的停车场 目前的评估都还有需要再做立体化的考虑 所以会在第四个点由交通局跟中央也申请相关的前瞻计划的费用 金山区中山温泉公园 整个周遭环境的打造 新北市准备10亿元来让这里有自行车步道 立体停车场以及我们的温泉能够活化 让更多的观光旅客到金山来泡温泉 享受环境优雅 做满杜尖花樱花的这样的一个人于世的观光好地方 所以特别来看我们的整个未来在这两面里面的改造工厂 那这两面的改造工厂我们预计活下这10亿元 那这10亿元希望能够发挥我们最大的效益 这项集合中央地方政府经费的中山温泉公园 与周边环境改造共分为四个区块 分别为中山温泉公园与周边环境两期的改造活化工程 金包里希的整治工程还有停车场的建设 市府更挹注了10亿元的经费 要打造北海岸自行车步道立体停车场 以及温泉资源的活化 那已经都在花包制作当中 110年就可以整个把金山整个观光 这个沿着这个我们海海边能够幻然一新 变成一个非常棒的旅游的景点 前瞻计划成胜之心工程目前已经在发包当中 预计将会在民国110年中来完工 而市府也期待借由这项计划要从海岸线开始 为北海岸地区提升观光品质 整天景观亮点 并且活化既有的观光资源 打造金山成为宜居宜人适合踏青休闲的好所在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道